民众北上开会 好不容易累了一天 来到了下榻的地点 预先先订了一间日租套房 没想到却从下午五点钟开始 一路折腾 隐身在台北新一区捷运市政府站 附近巷弄李先生5月24号 跟朋友八人入住整层公寓 一万五千块 下午五点要check in 但联络不到房东 订房平台上电话打不通 只能加LINE联系 终于可以进房 但映入眼帘的是一堆垃圾 还有上组房客的行李 房东说来不及打扫 最晚七点半就会好 可是时间到了 又延后到八点半才会好 李先生跟同行友人不满的是 明明已经预定也付款了 面对没收拾好的房间 房东态度还很差 打非所问 询问前组客人 行李怎么还在 确扯消防安全问题 过程没道歉 没补偿 只说晚入住顶多晚退房 甚至扬言要退费可以 请自行跟客服沟通 不干他的事 明明订房平台上写清楚 最早可办理入住时间 是下午三点钟 破音一出就有网友提醒 政府宣导很久 非法日租套房 民众检举依法会开罚 检举者还能获得15%的奖金 而这间被投诉的日租房 就属非法范围 本局未曾接获民众检举 也未曾有开罚的记录 那本局会尽速的前往查查 如果旅选不听 第四次官船局就能依法断水电 因为民众一开始也不知情 最后拖到晚上九点 一群人只好搭末班车南下 只能提醒 担心有疑虑 可以找比较有品牌的住宿 确保安全 TVBS是徐坤山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